据说如果有人向你丢手榴弹时 用手枪射击手榴弹就能避免受伤 那么手榴弹到底会被引爆还是机会 或者原路返回炸死敌人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打靶训练 以确保实验时能精准命中飞来的手榴弹 而首先练习的是线弹枪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项目 但吉米总是慢了半拍 以至于在几轮射击中完全脱靶 但在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后 吉米的枪法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亚当在训练之前踩到了狗屎 以至于每一枪都精准命中 但这次射击的目标都是陶瓷飞把 为了能模拟真实的手榴弹 吉米用高压气泵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 他能将手榴弹大小的油漆弹发射至所需的高度 并且他们会从正面进行射击 可这对两人来说更容易击中 似乎射中手榴弹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因为线弹枪的射击面很宽 于是他们升级了训练难度 并且由吉米向亚当投掷哑弹 而亚当则用装有油漆弹的手枪进行射击 然而这次却难倒了亚当 连续几发子弹都成功脱靶 显然单发的手枪不如线弹枪好用 直到他射出了几梭子子弹后 才顺利击中了哑弹 可当手枪子弹击中真的手榴弹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冒死用真家伙进行实验 亚当用加厚的防弹钢板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防爆屋 以确保自己在实验中不会被炸死 吉米则打造了一个排爆机器人 当手榴弹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处理险情 而手榴弹在拔掉插销后 顶部的撞针会翻转撞击产生火花 从而点燃中间的岩石隐性 经过大概5秒的岩石后点燃底部的雷管 进而引爆手榴弹的高爆炸药 下面他们将用不同枪支在岩石期间射击手榴弹 看子弹在击中手榴弹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测试的是线弹枪 在远程点燃岩石隐性后 亚当立即扣动了扳机 然而手榴弹并没有发生爆炸 而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手榴弹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已经粉身碎骨 这说明手榴弹确实能被子弹击毁 紧接着他们又用手枪进行了测试 虽然雷管被成功点燃 但却没能引爆周围的高爆炸药 因为子弹精准地消掉了隐性和雷管 这就意味着手榴弹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最后他们拿来了一把狙击步枪 这才是本次实验真正的火力 它又能对手榴弹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次手榴弹在被击穿的瞬间发生了爆炸 因为里面的雷管对压力十分敏感 而狙击枪的超高速子弹能对手榴弹造成巨大冲击力 足以让雷管提前被引爆 但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达到14米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击中手榴弹 同样会当场开袭 而想要用狙击枪在这个距离外击中手榴弹 估计比重500万还要难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有个姓王的被人追杀到酒店的天台 走投无路之下他跳进了地面的垃圾箱 最终依靠垃圾的缓冲成功逃脱 可我们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逃生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研究一下垃圾箱里的物体 看生活中常见的垃圾能否提供缓冲作用 于是他们来到了垃圾处理场 而这里汇集了城市中所有的生活垃圾 首先打开的垃圾箱表面堆满了瓦笼纸 这也许能起到一点的缓冲作用 但当亚当翻开纸板后发现 里面全都是木板和钢筋 如果人刚好跳进了这个垃圾箱 估计就会变成羊肉串 所以他们继续搜刮了第二个垃圾箱 而这个箱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医疗废弃物 所以亚当表示自己宁愿摔死在地面上 接下来他们再次翻开了第三个箱子 然而这个垃圾箱里却隐藏了尖锐的木栈板 人一旦跳在上面至少也会断胳膊断腿 所以如果在现实中 老王大概率是废了 但也有可能是他在偷吃前踩到了狗屎 刚好跳在了安全的废物上 于是刘烟祖决定找来一些柔软的垃圾来进行测试 看哪些物品能够减缓人落地的速度 以便用在接下来的真人跳楼实验中 首先他们找来了一些废弃的纸箱 可当亚当跳上去之后 虽然纸箱确实有被压扁 但却并没有想象中柔软 接下来他们又用了几包碎纸屑进行测试 尽管缓冲效果还不错 但这样的垃圾并不常见 最后吉米弄来了一些海绵 而他一般被用来做沙发的填充物 因此吉米估计应该具有更强的压缩性 随着亚当的纵身一跳 海绵果然起到了很好的缓冲效果 这就意味着人将承受更小的冲击力 但他又能否保证人跳下来不会摔死呢 下面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但为避免在实验的时候当场开戏 他们还特意请来了教授传授跳楼技巧 而这个教练是个有着十年经验的老司机 并且在训练中 他们会用这种双层式气垫来提供缓冲 因为上层具有开放的透气口 它能通过排气的方式减缓人的下降速度 同时下层的封闭气囊会避免人直接着地 初次训练他们从四米的高度开始尝试 教练表示跳楼的时候必须后背着地 这样能增大与气垫的接触面积 从而分散撞击力度的大小 并且在落地前保持下巴收缩 以避免后脑勺着地出现脑震挡 在掌握技巧之后亚当迫不及待跳了下去 这次愉快的体验让他格外激动 随后在亚当的怂恿下 吉米也进行了尝试 好在他也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动作 似乎跳楼并没有他们想象中可怕 于是他们将高度增加至6米 虽然这时两人都开始出现紧张 但等他们跳过之后才发现 这和之前并没有多大区别 显然气垫能为跳楼者提供很好的保护 但为了与跳垃圾桶的结果形成对比 他们在假人身上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实验时他们会让假人 从相同高度分别跳在气垫和海绵上 通过传感器的数值对比 就能判断跳海绵垃圾桶的安全性 之后他们让假人从6米高跳在了气垫上 此时传感器侧的撞击力为11.4g 而这也将作为安全落地的标准值 紧接着他们将假人从相同高度 丢进装满海绵的垃圾箱 并且这次测得的撞击力仅有9.9g 这就说明跳进海绵垃圾箱里 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但这种箱内垃圾却是最理想的状态 万一里面藏着钢筋木棍什么的 那样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跳龙 据说18世纪有个大聪明为了越狱 将自己脚梁上的铁球塞进了炮管里 结果开炮时铁球带着他飞出了监狱 并且还奇迹般存活了下来 难道大炮真的能让囚犯逃出生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托瑞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大炮 而为确保发射的时候不会炸糖 他把直径26厘米的石心钢挖空作为燃烧室 并且炮管的厚度也达到了5厘米 随后他将炮管和燃烧室进行了焊接加固 这样一个自制大炮就完成了 而格兰则制作了囚犯的脚料和铁球 然后凯莉在上面喷洒了黄色的油漆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射出去后能快速被找到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托瑞只能礼貌地请出了假人老兄 下面他们在爆破试验场将大炮固定 并在距离15米远的地方树立了围墙 如果假人被轰出围墙后依然保持完整 则代表囚犯越狱成功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对大炮的威力进行了测试 虽然首次测试只注入了一管火药 但却直接将铁球发射到了80米远 并且时速达到了210公里 那么他又能否带着假人重获自由呢 这次他们将火药剂量增加了一倍 之后托瑞点燃了大炮的影性 可假人只飞出了两米远 他来两管火药的威力不足以将假人带上天 于是托瑞决定将火药增加到六管 但格兰却发现假人的脚被拉变形了 因为假人身体是用金属做的 为了模拟人体关节断裂的强度 凯莉用绳子替换了原来的金属关节 这次囚犯又能否完整的越狱呢 随着大炮的发射 假人的腿以320公里的时速成功越狱 但身体却还留在了原地 所以大炮不但不能帮你成功越狱 反而会让你死无全是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咱们大疆无人机的讲业能割破喉咙 并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无人机商人的报道 难道无人机真的就这么危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首先留言组对手头的无人机进行了飞行测试 吉米选择了动力强劲的商用无人机 它的8个马达能产生2800瓦的功率 而亚当拿到的是玩具及四轴飞行器 虽然它的操作相对简单 但刚起飞就被吉米的大飞机拍死在地上 可见这种无人机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但我们一般人能买得起的民用无人机又真的能割喉吗 接下来亚当弄来了两架不要钱的民用无人机 亚当推动遥控想炫耀一下飞行技术 没想到用力过猛直接撞碎了墙上的灯管 为了测试无人机讲业的杀伤力 他们决定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将标准尺寸的蒋液和电机安装在木棍上 并且以飞行时的速度旋转 然后对着一只轻软机就开始切割 当飞速的蒋液接触肌肉时 瞬间就切开了一道口子 看来无人机的蒋液确实可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本次测试的木棍为固定状态 而现实中的无人机撞击后一定会出现偏离 为了进一步验证蒋液能否割破人的喉咙 两人决定做个大胆的实验 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喉咙割断 于是亚当打算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 而为了达到被割破后血花飞溅的效果 他们在假人脖子里安装了模拟紧静脉的管子 然后往模具中加入玻璃纤维 这样在灌入凝胶后就能达到类似人体组织的韧性 等凝胶完全固化之后 他们取下了外面的模具 在上方的容器中加入蓝色溶液 一旦脖子上的静脉被液片割破 里面的蓝色液体就会喷射出来 下面他们来到了无风试验场 并决定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实验 将假人固定好之后 吉米启动了四轴无人机 直接瞄准假人的脖子就撞了过去 可当蒋叶接触凝胶时却发生了卷曲 导致无人机炸机掉在了地上 而假人的脖子却安然无恙 随后他们换成了六轴无人机 他拥有更强劲的动力与更牢固的蒋叶 但在操作时吉米出现了失控 差点将亚当带上了天 经过重新调整后他们再次进行了实验 然而这次的结果还是没能将假人脖子割开 看来普通的无人机并不会对人造成较大伤害 为了将喉咙彻底割开 最终他们使用了拍摄用的商用八轴无人机 而它的蒋叶由碳纤维材料制成 基本不会出现弯曲的情况 但由于造价十分昂贵 本次实验由摄影师亲自操作 那么它又能否切开人的脖子呢 而当蒋叶接触假人的一瞬间 脖子立马就被划开一道孔子 并且里面的血液喷溅了出来 所以如果在外面看到这种大型无人机 你最好离它远点 不然造成的伤害可不是一个窗壳天能解决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在家尝试 多少炸药才能将数吨重的推土机炸上天呢 电影《清风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周杰伦被连人带车埋在了土坑里 而为了逃出生天 他引爆了车上的八颗飞弹 直接将压在上面的推土机炸上了天 并且车上的人毫发无伤 看似荒诞的剧情真的不可能实现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留言组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 而吉米买来的同款不要钱的汽车 并在车头装好与八颗飞弹同等剂量的炸药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他们只能利用假人来模拟汽车里的乘客 亚当在座椅的后面用钢板进行了加固 以最大限度减小爆炸对乘客的伤害 随后他们将假人固定在后排的座位上 而为了确定假人受到的冲击力大小 亚当给他们装上了压力传感器 通过读取仪器上的数据 就能判断假人是否被炸死 然后在吊车的帮助下 他们将汽车埋在土坑里 并把20吨重的推土机压在上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躲进了安全屋 随着一声爆炸 泥土被炸的四处飞散 但等烟尘散去后他们发现 推土机不但没有被炸飞 反而还陷进了弹坑里 那车上的乘客又是否还健在呢 之后他们对爆炸点展开了救援 但通过挖出来的汽车残骸可以想象 爆炸对假人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最终他们挖出的乘客已经不成人形 所以电影中爆炸的威力不足以将推土机炸飞 而被埋的周杰伦更不可能逃出生天 那如果用113公斤的炸药 又能否将推土机炸飞呢 但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小型测试 为此吉米打造了两个49公斤的推土机模型 并准备了两种不同性能的炸药 看哪种炸药能将推土机炸飞 而不至于被炸的粉碎 首先测试的是TNT烈性炸药 它的地下爆速可达7.6公里每秒 等吉米挖好土坑后 他们把1.8公斤炸药埋在地下 并像电影中一样将推土机模型压在上面 当吉米按下引爆按钮 强烈的爆炸将模型炸得四分五裂 经过一番寻找 最终也只捡回了一小块残骸 随后他们又用同等剂量的消暗炸药进行了实验 虽然它的地下爆速几乎是TNT炸药的一半 但爆炸产生的推力却更大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推土机模型只是被炸成了两块 相对TNT炸药来说 这种损坏程度微乎其微 所以使用消暗炸药是实验的最佳方案 那113公斤的剂量又能否将数吨重的推土机炸飞 并且保持相对完整了 下面他们将所有炸药直接埋在土坑中 然后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实验 当炸药被引爆的瞬间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但伴随着尘土飞扬 推土机也被炸成了碎片 所以电影中被炸飞并保持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里面的人更不可能活着出来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